你好 歡迎你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今天這集臨時家餐 跟那次家餐一樣都沒有手影 一拿出來就登上去 各位自己找時間去聽一下 今天就 索性轉一個角度 其實現在 俄烏這一節暫時是on hold的狀態 台灣地區和中國也是on hold的狀態 但其實有另一場戰爭正在打 這場戰爭 可能是跟經濟和能源相關 當然就是這個石油大戰 石油大戰 現在是相當有趣的 實際上我走了去看 這個什麼 走去看IEA的報告 IEA就是國際能源公署的報告 看12月 又看1月 實際上有很多東西是值得留意的 我們一直認為 聽不同台 不同KOL的分析 他們大臣的分析 經常說 俄國現在很頂不住 但我看也未必 之前我提過的就是 因為如果石油價格升得到這個地步的話 加上俄羅斯現在利用 打仗的那種 迫切性 以及 歐美國各個對於on record 這件事是採取羽翼共存 所以 demand 就遠遠沒有預期 跌了那麼多 demand其實沒什麼跌 現在的跌是 遠遠比不上去年 前年那些情況 差很遠了 已經是 所以 demand在這裡的話 剩下的就是如果供應稍微有變化 分分鐘就可以積起了油價 對於俄國人來說 動烏克蘭緊張 可能一雞幾尾 因為他不是要跟他的國民交代 那些國民不關心 這件事也很重要 因為他 沒有在國內的傳媒 搞大動員 如果沒有搞大動員 我認為俄羅也不關心 怎麼會是俄羅斯人 也不要以為普通俄羅斯人 每個人都這麼愛國 實際上俄羅斯人很多 之前有些 如果你想上youtube看 有些 有些訪問 有些什麼 俄羅斯人小聲 那些 搞這麼多東西 幹什麼 我們過好日子就算了 全部都是 什麼大不大俄羅斯主意 有夢的那些範圍 通常都不是這些 當然 完全是Lusa那些 他們的生活完全沒有其他寄望 就是寄望國家強大 那一群 但另一群 就不是寄望國家強不強大 俄羅斯其實到今天為止 都是一個 普京是頭面人物 但後面還有一堆不同的 始終把俄羅斯和東歐 停留在一種 現在就是財閥 才佛家 軍佛家 情報佛 以上就是這幾宗 銀行弄其他就面對俄羅斯和東歐 東西加起來 一起管的 一些人在金傳 其實家族味道還是很重 Oyal fat 或者只是一個 railway eer 大家一起管 所以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想通過動什麼去影響到它也不容易 還有俄羅斯是這樣的行法 這些玩一雞幾尾就隨時可以做到 就是說這次空烏克蘭當然就是偷雞 偷雞倒的最好偷雞不倒 借個位置就是現在軍事緊張 反正美歐又不願意用氣候 不如我索性倒轉 軍事緊張 我要國內儲備更多的能源 趁機就掏著出口 俄羅斯的生產 第一 如果看回IEA報告 12月和1月其實已經比預期減少了 不要說很多 比預期減少了 大概幾多個百分之下 就沒有一個很詳細的計劃 但是IEA的說法就比預期減少 俄羅斯本身一減少了 但是它減少了產能之外 我看回之前一些俄國 哈薩克那些相關的報告 因為在哈薩克之亂的時候 我在看 俄羅斯是有規定要求 將出口的能源減少 即是不給出口也是 減少出口 這樣就掏著 一掏下去 油價自然會減少 你說量少了 但如果在價格收回 對俄羅斯人來說 未必的損失有這麼大 更何況還有其他渠道 因為俄羅斯賣油 正正經經當然有門路 當然還有其他地下渠道 所以這個是一 俄羅斯人在影響 直接的就是他自己都可以減少出口 去影響油價 他只可以要求多些儲存 減少一些對外 這樣就已經可以有機會積起 因為如果以各個報告來計 沙地都如預期 例如美國是谷道行 加拿大是谷道行 這個OPEC來計 基本都能夠預期 但是沙地有多去立 沙地當然正在谷 但是谷得來又有些 跟預期差了一點 不是差很多 有些落差 這個稍後我會遮掩 沙地那一段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要留意的就是 石油的價格 會不會 這個也是俄羅斯都想的一個 超限戰裡面 積起能源價格 令到西方的通脹更加失控 這樣 這裡有一個一雞兩尾 如果通脹很失控很貴 固然可以令到國內的情況動盪 如果美國或者英國 歐洲用加息或者加重息來壓下去 固然是全球衰退 但是 隨時他們可能希望 預期就是美國人裡面的選民 或者英國或者歐洲的選民 受不住經濟衰退 就鬼殺不吵 如果鬼殺不吵 不要搞這麼多對外的事情 搞一些專注對內 人家的地方跟我們相關 最重要是我們自己舒服 你應該集中資源解決自己的問題 如果搞這樣的事情的話 可能國內就有壓力去逼 他們美國人 歐洲人跟俄羅斯人去談 英國人跟俄羅斯人去談 我懷疑 這個超限戰不只是對著烏克蘭 這個超限戰可能會延伸到油 有沒有其他旁證呢 我先不假設陰謀論 就算說大家要保障自己的能源供應 來計 美國當然要到處積極出去 叫他們增產 但是與此同時 我們不要忘記 你的對家都會做同樣的事情 例如第一 伊拉克和胡塞武裝 在伊拉克的伊朗偏外軍團 即是他們那支革命衛隊 最近經常派弦來攻擊 但是派弦來攻擊 我懷疑是 因為我看到他們的攻擊 除了標籍一些重要人物 也不少是標籍 如果標籍是標籍的話 未必一定成功 但是不成功也不要緊 就算不成功能夠 令到失落 或者令到保險費大加 保險費漲了 或者油船的保險費又漲了 已經足以可以令到他們做到事 令到石油的生產成本上漲 然後現在大家都賀能源 既然是 那就加價 可以傳導下去 令到對手的空障加劇 還有這些攻擊 其實他們現在已經變成人物 Houthi也好 革命衛隊 乃至真主黨 全部都是人物 俄羅斯都可以出錢 請他們去工作 背後 我們不知道是否 但是有機會是 請他們去工作 你也有工作 另外一邊 例如 伊拉克出來 這些湖塞武裝 伊拉克那些攻擊行道 即石油的行道 又或者攻擊 UAE 烈亞聯誘的地方 提高他們的安全的問題 又或者再加上 甚至就是 攻擊一些 其他一些 總之海灣國家裏面的石油設施 或者恐嚇就可以了 都不用加直接成功 我也是說 你也有機會 積起油價 如果一個不生性 或者在緊張之下 犯錯 油船 不知道什麼原因 倒下 什麼 都可以 擁有你的油供供應 這是一件事 這些有機會做了 現在已經在做這些事情 另外有一兩個 根據IEA報告 中國在十月到一月都生產不力 例如阿瓜多爾 Ligeria 利比亞 馬拉 他們各自有行動的問題 今天馬拉 被COVID也有些影響 因為 他們拿不到靈疫苗 又打不夠 又 如果你有重症 你會受影響 馬拉 也不至於這麼嚴重 更嚴重的 是 阿瓜多爾 阿瓜多爾 利比亞 石油出口 如何遷就你 如果是 中國有機會 安排到阿瓜多爾 的石油生產 第一 對內的 有機會 通脹壓力可以減低 阿瓜多爾 不是大戶 但起碼 你在石油緊張的情況下 能夠拿到多少 就是多少 即是 安排到 而且要是別人 要是別人 如果走來求別人 你有機會可以做到 那你就做事 對不對 那 都是以物易物的 如果是 拿債來畫 你欠我多少債 我就畫幾多油 按價 當然是拿平價來畫 那你就畫得多油 那另一邊 這是一邊商 另一邊商 尼日利亞 他們早前都是故意剪生產 剪生產 一邊就說我沒有錢 我沒有錢 所以我剪生產 我不是不想 但我沒有錢 結果 據聞最近 他實在按耐不絕 忍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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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怎樣 就跟中國的出入口銀行那邊說 大哥 算了 算了 我不等你了 他就找了英國渣打 融倒資 這一段位 英國似乎做到事 因為英國在Nigeria那邊 剛剛一月還是十月才簽了 應該是幾天前 簽了一個 簽了一個 簽了武器協議 本來Nigeria在八月 已經跟俄羅斯都簽了武器協議 但是現在又再跟英國人簽 而英國跟俄羅斯最近這樣的關係 所以會不會Nigeria 見幾遍 請求一些東西 等不及 而且俄羅斯人跟Nigeria 如果以石油上大家可能有競爭 俄羅斯人最多用Armsteel 但是Armsteel 那你可以給我什麼東西 難道要我減產 大哥我不行 沒有錢 如果英國人用Armsteel 去保障到Nigeria 穩定的油油產 可能對於英國或西方來算 可能會造成穩定一點 不過這裡拿到一張牌 另外一邊又失了一張牌 那就是利比亞 利比亞聯合國那邊已經搞撤軍了 但是撤軍當中 大家知道利比亞自從卡達菲勤了之後 就暖世大龍 但是各國的軍隊撤了 但是據聞呢 新政府有了 據聞俄羅斯和土耳其沒有撤退 他們的巨人員還在 所以現在有報紙那邊已經在賣 其實很憂慮 俄羅斯和Turkisch不離開 不離開的話 就是怎樣呢 而且 利比亞那邊也 也 就是 那些油油會不會落進去 Russia的手上呢 因為如果落進去 Russia的手上 你也挺實際的 就是 這件事不是開玩笑 因為 那俄羅斯人 控制得住 的話 你就 這件事就是 他就有機會 有機會 就是 令到你 那個油油供應 落進去 俄羅斯公司手上 到時 再賣給俄羅斯 或者用俄羅斯人的那套 你也 你也會 頭赤的 整件事 而很明顯 他們也在罵 他們的說法 就是 拜登那邊 基本上 在北非那邊 而 利比亞也 似乎都在賣給俄羅斯 所以 Ligeria 你搞得好 但是 你似乎在 拉比亞那邊 法國路也好像搞不定 另外一邊 Ligeria 雖然肯制 似乎會 努力地震產 但是又有意外 這個世界 也很淒涼 有時意外 你真的說不定 意外就是 剛剛 應該是今天 他有油船爆了 所以實際 會不會影響到油價 又再發瘋 再瘋一點 即是 連WTI也過90 即是 長期站在高於90 至少是中期站在高於90 這個未必是沒有機會 因為現在世界不太平 中國可能可以插手去Aquadour 英國就插手去Ligeria 拉比亞似乎被俄羅斯 立了 大家還在分割 油產品的市場 俄羅斯就插著自己的供應 美國人和加拿大人 狂增產 但是現在 於是有一個關鍵角色 叫做Saudi Arabia Saudi Arabia 現在相當微妙 為什麼呢 這個關係到就是MBS本人 即是太子 沙地太子 因為卡斯基這件事 首尾根很長 MBS固然是二世組脾氣 做起這些事情上來做得很噁心 但是這個人又不是真的傻了 你想想他也會搞Saudi Aramco上市 接著現在搞一個零碳排放的城市 去做計劃去吸引 而且他很著力希望吸引到美國 以及歐洲英國的資金 甚至打光顏色給Elon Musk 他做這些事情 很明顯是很想修和 很想英美支持他 英美歐的支持他 因為要知道一點就是 MBS的父親都年紀相當大 九十多歐 等得多久就沒有人知道 現在最慘的是拜登領域 如果是特朗普的領域 簡單得多 因為特朗普和美國國內傳媒的關係 真的認真一般 你華郵幫華盛領域寫東西的卡斯基 這樣被人堆壞了 照正是不行的 應該要有後果 但是特朗普的看法就是 為我看中東大局 如果我看中東大局的話 這些事情我單筆了 所以MBS想特朗普年代都很舒服 如果不是阿拉伯佬不會跟以色列島 那麼容易談得到 但是拜登未必不實際 但問題就是拜登有受制爪 因為他跟華盛頓郵報也有不錯的關係 所以這件事你不能那麼容易放生 MBS 但是我們這樣想 一個屈美實不幸 在拜登任期內 MBS的父親 國王真的去見了阿拉 那怎麼辦呢 沙地的MBS就會上來做國王 可能他上來做國王 但是又不見容於西方 西方還是經常拿著卡斯基 尤其是土耳其佬 我猜土耳其佬 戰理上來會故意大肆宣傳 這件事 如果拿來這個位置 這個痛點在周圍搞的話 那你美國應機還是不應機呢 如果是拜登政府 尤其最怕不是拜登自己本人 尤其最怕國內的其他議員 尤其是他黨內的政敵 他黨內有一堆 可以是自由交 可以是左交 那堆政敵 跟他玩你上來 那他怎樣呢 這個會是一個死裂來的 解不了的這個裂 你不認又死 如果你說 繼續跟MBS交往的話 那你國內的輿論壓力 可能會很厲害 但如果你跟MBS 跟MBS很冷淡的話 那你有個機會 就是令到MBS會投靠你的對家 那因為它是一個 沙奧迪依然是一個重要的石油生產國 雖然現在美國自己的生產和出口 俄羅斯自己的生產出口 有多真正的能力 應該說的製造能力 以每日來計 他的生產已經超過了沙奧迪 但是沙奧迪的量不是小的 如果他一個屈尾十斤 跟你玩東西的話 你也會投射 如果他投靠俄羅斯 那你就死了 他又減產 和俄羅斯都說得好 大家減差 但不要忘記MBS和普京關係相當好 兩個人很早已經有交易 13年已經開始交易 普京當然是股額 你MBS看到 如果特朗普的樣子不同 特朗普好看他的台戲 所以他可以在兩邊之間 爭取得平衡 但如果拜登 尤其是現在 有不少的 在中東那邊的 專欄作家 那些已經是Pro-US的 專欄作家 他們都罵 對拜登的委員會有點不滿 實際上 埃巴哈馬國 即使以色列和阿拉伯半島諸葛 大家解決過往的紛爭 大家和約 這是特朗普的禍 但他們說 拜登似乎 沒有好好利用這個禍 去推進和平進程 令中東更加融合 更加和睦 拜登連拜訪也沒有來過 拜訪也沒有來拜訪過 當然 幸好阿拉伯半島諸葛 現在仍然有效 仍然有效 但這個有效 亦都好看 阿聯酋和沙特 以色列當然 現在新上台的總理 都還不錯 即是 新上台的總統總理 他們都還不錯 那些人不是傻 都會玩這個遊戲 但如果美國不加持 有時候很麻煩 但如果美國不加持 又死不加持 如果不加持 可能死得更加密 不是現在 是後面 因為沙特的態度 就變得很曖昧 當然我覺得美國最近 最近 剛剛說 又是用 他們的特種部隊 還是 中石 做低了ISIS 的頭 所以 傳給整個中東 那些油王 你不要打算出股 但這些恐嚇就恐嚇到 但是 如果沒有其他功課交到 你會令其他人的心裡不穩 尤其是UAE的勢頭太響 沙特地可能會不高興 這些人不要看他們的表面權 裡面 大家都是勾腳 打爭 什麼都齊 這些人如果一旦內控 到時又支持 某些其他恐怖分子 只是攻擊油 都只是搞通脹 最怕是支持某些油 又滲了過來 美國本土發動襲擊 你 或者去了其他地方襲擊 去了歐洲襲擊 未必一定會去美國 去美國難 以及麻煩 去襲擊歐洲 欺負歐盟 那你怎樣 歐盟如果有同時受中西方 和俄羅斯的壓力 那會不會隨便選一邊妥協呢 你知道歐盟 現在的歐盟不是說他們不肯強硬 但是如果你同時面對著北非中東和東歐 三面緊張局勢 歐盟受不了 受不了 美國又不可以不支持你的盟友 那你就變成是否要鬆手呢 在亞太這一邊 所以這個有機會是一種超限戰 而這個超限戰可能在佈局 所以就好看美國 在外交上有沒有辦法穩住中東 而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你不要太過浪費時間在伊朗身上 我看伊朗這個政府 Rasid這個政府也沒什麼用 他國內的問題一樣解決不了 空貨膨脹完全失控 伊朗也頂不住自己國內的通脹 也沒有辦法控制著這群偏外軍團 這群人已經變成仇人 有錢就是爸爸 你現在 你給得起錢的那些 那你俄羅斯也好 或者中國也好 他如果給得起錢的話 我幫你做側翼去攻擊 有什麼不好呢 對不對 另外就是這種石頭戰 Parsol 連我懷疑都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俄國 普京對於蜘蛛的打擊 不是那麼強 因為這件事還有一件事 就是美國有幾樣工具 當然經濟制裁是一種工具 制裁他後面幕後金主也是一種工具 但是如果制裁他們的話 制裁極都是Swift那些系統 或者相關名片系統 但是如果他用到蜘蛛的話 然後古靈精怪去得到 其他地方去給他們 用他們的錢包人 代理人 用白手套 去Cash out 可能還有辦法 因為蜘蛛本身不記名 除非你查銀行帳戶 但是查銀行帳戶 算他找到一些你不知道的人 總有人做 即是你加重了他那些Ology Cash out的成本 但是你沒有辦法禁止 這種優惠未必有效 而俄羅斯套現在在石油上 賺錢 以他們這麼低的成本 他減少 就算減產了10%至20% 他已經可以積蓄油價 但是對於他自己來算 他不是很傷 即是他在價格上 雙倍了也不止 那賺回來已經可以了 變成可以以戰讓戰 只要他不真正開戰 沒什麼人員傷亡 實際的支出沒有想像中大 不是說什麼日費千金 都是那句現代物流 他又不是去了武克蘭境 他在國內 他在自己境內 而且演習那些還要有錢收 他在白鵝演習可以獲得白鵝水 當然不是直接 可以在白鵝 白鵝都窮到窮 也不是多錢給你收 但是又是有很多合約 古靈精怪的東西 那些做下去 令到俄羅斯的物流繼續 你也是催不上 更何況你說 俄羅斯和歐盟都不至於刪波達 波達是正在通的 現在仍然有貿易在做 所以這些招數 就是捏 普京捏不死 你一捏到俄羅斯窮 但你沒辦法捏死普京 一就是俄羅斯人 也未必想回到以前的混亂世代 他未必對大俄羅斯有什麼夢想 但他們很怕回到混亂世代 因為除了普京 你現在找不到第二個人 普京成功地 他在俄國內沒有多少對手 你選出來的那些人 大家都不相信 你更害怕 而對於歐益來計 歐益唯一害怕的是 俄羅斯民主化 俄羅斯真正的民主化 俄羅斯真正的民主化 俄羅斯的真正民主化 俄羅斯肯定會被人打擊 其中一群人 要他們把所有特權都吐出來 如果把所有特權都吐出來 他找不到水 他就糟糕了 那群人和街數 一二有仇口 俄羅斯做事有時太過糟糕了 如果又有街數又有仇口 被人滅了 就更糟糕 所以他們就算 因為普京而被制裁 他未必因為這樣不支持普京 到場上更加支持普京 因為他們的感受到 自己有滅頂之餘 一定要支持到底 不是他們玩完 所以到場上 普京可能更多支持 他的支持未必是減弱 他的國內危機 反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更加沒有危機 最重要是不要開戰 你開戰 反而打不贏就有辦法 但如果不開戰 再繼續製造緊張局勢 拖到他三月 到時隨便找東西脫身 就另一件事 但到時是怎樣才算 那美國唯一 真正的重武器呢 這個當然是七雙拳 加息 而且一口氣不是加0.25 那些 0.5也不夠 一口氣要加1厘 即是你要找回Paul Walker 那些招數 Paul Walker 大家不要忘記 多年加到22厘 你哥哥 兩分息 你加到這樣 卡特年代的通脹 當然是一次過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通熟 然後蕭條 不是衰退 但是這樣就解決了 整個經濟重新來過 但問題是拜登敢不敢 我看未必敢 Paul Walker是沒有能力的 因為Paul Walker是不一樣的 Paul Walker是不一樣的 Paul Walker是不一樣的 Paul Walker和耶倫也不一樣的 耶倫是凱事人的一班人 凱事人的 而且他還要專注看內部 就是他 這個耶倫 他的研究最主要是 集中在貿易和努力市場 所以如果是 貿易和努力市場 這些是很對內 而不是看國外 所以這些地緣戰 這部分 我想他不會這麼理會 他未必是他的強項 他看的這些東西 不見得是他的強項 但是反而你說當年 Paul Walker那些東西 他看的是國際政治 其實他讀的是 那個年代的 是公共和國際事務 而這當然是包括了經濟 所以他是看地緣經濟學 所以如果在這些位置 如果美國真的要回應這場 這場通脹大戰的話 你無論以 Paul Well這種律師 Deregulation律師 還是Janet Yellen這種經濟學家 但他是看國內 即是看努力市場 和貿易是不夠的 這個遊戲 怕他要現在 但是拜登手上 雖然有機會有三個任命 但是到底他不會任命 一班真正的地緣經濟學家 想來用另一種眼光去看 這個貿易 以及看俄羅斯佬這些策略 因為照正路自由市場的眼光 我也是主張自由市場 但是時勢變 你就有一點轉角度去看東西 我一直都主張為餅仔會的影響 比用地緣政治更大 但是加速政治走到今天 現在地緣幾乎都遮蓋了所有事情 各種層面都是由地緣的問題決定 現在連網絡世界都開始由地緣政治 開始有影響 因為你看著美國開始 一方面推無限邊疆的項目 一方面他也打算用盡 自信和自信和自信 那些東西 去夾那群大群大群 即是說 你不要再打算全球化 以往的都沒有了 麻煩你要歸邊 賺了 是不是賺少了 肯定賺少了 但是你歸不歸邊 不歸邊我就打死你 如果去到這樣的玩法 你坐經濟的 無論是財長 尤其是聯儲局局長 他要找個真的要玩地緣經濟學的人 而不是再找這些 玩地緣經濟學 或者玩法律 你反而為寧可 你說Powell那些 你反而為寧可 你去政府部門反而 你說有個經濟發展局那類 你說寧可他去做那一部分 Deregulation 或者在Justice那裡 去做Advisor 好過 好過你去做聯儲局那邊 那些東西 你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Reagan當年是有搞Deregulation 但是他的貨幣政策大將是Paul Walker Walker是真的看這一飯 地緣經濟學 吃這些東西 那就很不同 所以換個腦筋來看 就是俄羅斯 我想表面動烏克蘭 或者應該這樣 用烏克蘭去偷雞摸狗 但是這個畫鬼腳裡面 如果偷雞摸狗不醒 都要能夠做到以戰養戰 而以戰養戰當中 又當中 同時你開始收靈 就看自己直接養著一群 就是當一段項目 讓胡塞武裝的人 去攻擊一下 UAE的設施 看看能否收到 拉比亞回來 控制著製造 另一邊 就是中國在另一個質疫 出擊 就在Equadar 那裡去 儘管另一些油供應 這樣 讓你美國周圍巡遊 那裡有英國人幫忙 叫得到他的石油生產 但是那裡還有Equadar 那裡 拉比亞 那裡 然後還有沙烏地亞 阿拉比亞 他的權力基礎 就很麻煩 而且這件事變成跟西方有借怨 但是跟俄羅斯沒有 俄羅斯不理你 他不理你用什麼手段 對卡斯基 關我屁事 又不是我的國內傳媒 是華盛頓 Post 特約的專欄作家 死的那個是他 又不是我 而且在土耳其領事館裡死 你還要跟土耳其多一陣恩怨 俄羅斯還可以出面和你滑船 如果出面和你滑船 那我就可以拿你春袋 那沙烏地太子怎麼辦 如果一個屈美十 沙烏地太子的父親都九十多歐 死的很正常 即是見阿拉也很正常 那如果一個不幸 在拜登任期內 有什麼冬瓜豆腐的話 尤其是這兩個月 毛尼瓦 發生什麼事 NBS真的要扶正做國王 那你怎麼辦 那你拜登怎麼做 你可能在其他地方的努力 全部廢了 你太過重恨這個UAE 而不是那麼冷待沙烏地的話 但是以沙烏地的實力 不是UAE可以給得完 那如果UAE看來不會對路的話 而且你太過重UAE也不行 UAE跟塔利班很熟 兩邊是同一班人 都是普什圖人 那如果UAE去利用塔利班玩東西 那你拜登又暈倒 所以現在還有一張鬼牌 就是沙烏地 那還沒計算 就是一大班Mersernary 不斷地騷擾你的Oil Production 那只要加你保險費 你也扶了 大哥 或者加你保安費 你也暈倒 就是全部加進去的數源 全部轉嫁給你 那當然 於是乎現在 看三月加息加多少 即美國到底出不出七雙拳 這個七雙拳如果出的話 當然可以打擊到油價 但也會打擊到另一班 即石油那邊的盟友 會影響到OPEC那邊 那如果是 那到時是否要準備 銀行也要準備 另外有貸款 另外給他們呢 這個 而且可能要是一個國際銀團 才搞定 你正靠美國也不夠 英國 歐盟 日本那些都要一起參與 有銀團的錢 去保留他們 否則你OPEC 整班人 在捱窮的時候 你捨棄他們不顧 那他們是相差的 那你又混蛋 那班人 如果到時 一個核美十轉妝 那你暈得一會 到時拜登怎麼應付呢 其實拜登的中央 是應該要有一個方法的 一如中央和南亞歷卡 一如那班專欄老港 因為你沒有中央和南亞歷卡的方法 你不可能就外判給歐盟 歐盟搞不好 我也擔心的就是 俄羅斯這下有聲東擊西的味道 在東歐擺得這麼緊張 但中央和南亞歷卡 沒有人理 但現在這個位置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以OIL的情況 即是以能源情況來計 當然 如果美國夠膽出七雙拳 一口氣加息 至少0.5 那如果你夠膽去這一下 一口氣可以令到俄羅斯 輸期貨 輸賭街的話 那又是另一件事 因為俄羅斯有個弱點 這班俄羅斯很喜歡賭期貨 因為他們覺得 我自己是生產的 我自己可以賭期貨 因為我擔心 但問題就是 銀子的供應 就不是你擔心 銀子供應是美國擔心 一口氣可以 俄羅斯的那班期貨 馬上跌倒 然後加上 就是銀子也漸漸 銀子漸漸 可以令到美元強 那美元強 可以反映你一部分通脹 那當然你要面對經濟的 可能會有放緩 甚至一段技術性衰退 但這是必須的 即如果你真的考慮地緣經濟學 那加息要加得狼 而且要完全令到市場都猜不到 猜不到你這麼狠 還有這麼認真 那影響當然會大 那中國會怎樣呢 那會不會就是簽貴了 即以為和Equadar可以拿到便宜 結果怎知道一下是一口氣 由90元回到50元 或者40元 那你分分鐘中國可能簽了60多元 那你就貴了 那也對中國會傷 因為你用不到你的債務浪費了 那會是怎樣呢 現在都不知道 就不知道美國會不會出到這麼狠 但如果美國真的出到這樣的玩法 那又是另一種東西 那真的可以殺到俄國的戰爭潛力 那到時就真的不能繼續陳兵 在烏克蘭邊境 因為你沒辦法再以戰樣子 你俄佬不夠賺 兼且製作量又縮 那到時會不會要普京出來挨契弟 那就是另一件事 那當然下個禮拜 二月的第二個禮拜 開始美國又賣國債了 那賣國債 即是兩年三年 五年十年 七年 大家留意下他們的優勢 還有留意下就是 抵抗率就現在升了 但是升得來的升幅 沒有之前 沒有一月那時候升得那麼急 那我們要繼續看下去 因為看美國怎麼賣債 你可以猜測到美國 三月到底是認真還是不認真 他們現在可能還是深大深誓 未落到決定 他們仍然是用著 對國內的眼光 而未轉過角度去到 地緣經濟學 那麼 那麼我們看看會怎樣 那麼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留言 和分享 還有記得訂閱 還有記得訂閱 還有記得按回記錄 因為按了鈴鐺的話 有新東西就會出 就會通知到大家 還有按讚是很大的幫助 就是幫幫忙 因為有時候不是說錢 而是希望散到訊息 讓大家多些人知道 那就好 那先說到這裡 遲些再談 拜拜